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它这个钟呢 其中呢就是这个钟表的制作 科技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理石的雕塑 和这个青土的雕塑 牛津 你看它用了大理石 用了自然的花纹 它的油性 来表现了大理石的一种神秘的这种美感 这跟中国的这种瓷器艺术是一样的 这个功能呢已经弱化了 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艺术的板件 但是呢这个口味里就是说 全部采用的是瓷器 烧制和瓷雕艺术 实际上这雕塑在我们国家过去 也是一直在用的 我们这一次展览呢 就是一个是就是518是国际博物馆日 第二个呢我们武汉博物馆组织的这个展触 把沈博士博的两间镇馆的瓷器之宝在一起展览 我们在另外一个馆同时展触的是西洋艺术 西洋的钟和西洋石的艺术 就是想就是在这个农工文化和工业文明这个双向发展的时候 我们相互借鉴 相互欣赏 最后呢大家融合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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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